在古老的中国存在一个神秘的门派 千门 他们擅长用千数骗人钱财 据说呀 千门三十六天局可以改天换地 七十二地局可以发家致富 你相信吗 今天我们一起来揭开千门的真相 嗨 大家好 我是豆点 本期的话题咱们来聊聊中国最神秘的门派千门 首先呀咱们聊聊千门的来源 相传千门是推演八卦的祖师福西市所创立的 女娲造人以后呢补天去了 福西看到黎明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 于是设立了浅门 这里的浅是浅城的浅 希望呢能传下思想 祝万民之信仰 但是呢 福西却忽略了人类的本性 浅门三纪呢 本来是以救苦救难为目的的 却被人们变成了尔虞我诈的手段 于是 浅门呢就成了千门 也有的说千门是大于创立的 以千术千局千变为三大技能 擅长呢以智慧和权谋影响天下的局势 千门的后人和传承者们在历史上不断的出现 特别是政治领域 有人说 鬼谷子 张良 苏秦 张仪等等 都是出自千门 数千年的传承 千门的三纪在岁月中不断的流失减少 但是呢 众多心怀叵测的千者骗人之心 却是日复一日的有增无减 后来随着互联网的传播 人为的加工 在三十六天局的基础上 又添加了七十二个地局 最终呢 千门三十六天局可以改天换地 七十二地局可以发家致富的言论 逐渐的流传开来 那么问题来了 千门一百零八局 到底是真实的存在 还是纯粹由小说家们杜撰的呢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咱们就来聊聊千门的真假 我们该如何分辨网络上流传的各种 所谓的千门局呢 一般呀 我对待自己不了解的观点 或者是言论 不是直接的否定 而是先假设它是对的 然后呢 再去在实践中去验证 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依据和逻辑之称 直接呢 凭自己的主观异断去判断事物的真相 那就是信口开河 跟网顾客观事实的喷子 键盘侠有何意呢 这种随心所欲的武断 先入为主的判定 是不能够用清晰的头脑 有理有据的去证明事实的 那又该如何分辨得了真假呢 回归问题 既然有人说 36天局可以改天换地 72地局能够发家致富 那就先假设这句话是对的 然后呢 结合实际去验证它的真伪 在以后的系列视频节目里 我会详细的跟大家聊聊 签门中的各种局 比如 岸线穿珠局 滴水滚珠局 三山县顶局 等等 通过这样一个单个的做局的一些案例 来辨别真假 赶紧订阅我的频道 不要错过以后的精彩视频 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呢 咱们来聊聊 什么是签门八将 中国自古呢 便有签门八将之说 签门呢 也就是老签职业进修培训学校 在签门中的老签呀 分为上八将和下八将 上八将的分别是 正 提 反 托 风 火 除 摇 合成为签门的上八将 上八将中的正将呢 就是以签局虎口 也就是说开局的主持 提将呢 就是赌当的唐鞭鹤 专门负责劝人入局来玩的 反将呢 就是用反变的方法 或者是激将法来劝别人入局玩的 脱将呢 就是当做局的各局穿帮以后呢 帮人逃脱走路的 风将呢 一听风就是专门望风 收集情报 观察环境的 火将呢 就是负责武力解决 就是咱们所说的打手或者杀手 除将呢 就是专门负责讲述 也就是说散局的善后 姚将呢 就是专门负责散布谣言 引诱受骗者 也就是老称或者杨谷 相信这个局 然后入局 那什么是下八将呢 下八将就是老千之中 最不正统 最低能的 本来呀 老千是只有八将的 他们以高明的手段 却让别人上当 但是 渐渐的有些不学无术的人 为了达到骗财的目的 他们不顾及人伦道德 没有任何底线 甚至呢 事情败露的时候 使用暴力的手段 江湖上的人 把这种不入流的老千 叫做下八将 下八将分别是 壮 流 天 风 肿 马 眼 坤 合称为下八将 壮将呢 就是在赌局啊 进行不利的时候 让他们化妆成官差 冲散赌局 或者趁乱局呢 抢劫钱财 此人呢 要高大 有官相 一脸正气 流将呢 就是在赌局中负责偷盗赌局 或者说是偷偷 把赌局换掉的人 这种人呢 要眼疾手快 多由专业的爬手 临时入伙客串的 有时候呢 他们也顺手牵羊 盗取赌客的钱财 天将呢 就是用小孩的哭声 或者打闹声 影响赌客 让赌客分神 一分神自然就容易下手了 也有的呢 用小孩子 假装追逐 打闹 碰乱排局 或者是碰掉排支的 凤将 就是利用美色 诱惑赌客 有的说是提供性服务 换取钱财的人 这其实呀 跟现在的妓女差不多 种将呢 就是预先安插在 赌客身边的自己人 或者呢 事先收买赌客的亲信 利用他们来出卖赌客 马将呢 就是无赖 赌局时呢 利用某些事情呢 无理取闹赌客 榨取钱财 或者掩护大部队脱身 让大部队离开 马将呢 多为老人 残疾人 或者病人 演将呢 也叫艳将 近似于打手 但更多的时候 是以自残的形式 要挟赌客 比如 割自己的大腿肉 把自己的手指切了 等等 制造这种血腥的场面 这种时候 顾客大多都惊骇 脚械 就算官差来了 也难辨真伪 毕竟敢向自己下狠手的人 可不多呀 坤将呢 就是和尚 道士 乳生 怪异人士 等等 以宗教的 祸 降 术 等恐吓赌客 迷惑赌客 这种对心智不健全的赌客 能达到乱神的目的 有点像 现在咱们说的催眠术 千门八将呢 有明确的分工 他们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 八将呢 是相依相靠 才能做出完美的签局 这些局 无非都是利用人心 人性的弱点 通过各种手段 来达到欺骗 诱惑 威胁 或者利用的目的 比如 电视剧天道中 讲述了主人公 丁元英在王妙村 扶贫的过程 利用签门的技能和思想 与音响业巨头 月胜公司 展开了一场 智慧和勇气的较量 在剧中 丁元英运用了 多种签局 如 滴水滚珠局 破釜沉舟局 借刀杀人局 反客为主局 等等 不仅成功的帮助 王妙村摆脱了贫困 还打破了音响市场的垄断 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品牌 格律师音响 在当今社会 无论在政治 经济 文化 等各个领域 都有很多高明的布局人 稍不留神 就有可能掉入别人 设计好的局中 一时的疏忽中了计 掉进坑里 有的可能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 所以 作为普通人 我们也要去了解千门 不是为了算计别人 而是要明辨是非 警惕那些周围给你 设局下套的小人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成就自己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的频道在每周一 周五 上午的十点准时更新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的视频 点赞和评论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下期的视频 我们会继续聊聊 千门中的 暗线穿出局 拜拜